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辆1991年款的法拉利348 它的车主是李小华 曾经的北京首富 李小华是在1992年以13.888万美元的价格购买 成为第一个购买法拉利的中国人 后来在2013年 李小华为这辆法拉利挂上了北京黑牌 GIN A0001 要知道现在的有钱人不禁要买豪车 给车上牌也是极为讲究的 但是黑牌不是有钱就能上得起的 更不用说像GIN A0001这样的黑牌 更是有钱也未必就能买得到的 最终国第一辆法拉利再加上GIN A0001这样的黑牌 可想而知这辆车是多么的牛气 但是更牛的是 这辆车还保留着像俄罗斯的毛普 美国的柯林顿等许多外国领导人签名 所以为了保留好这些签名 李小华十几年没有洗过车 而且下雨天也不开出去 虽然这辆法拉利大部分时间是停在地下车库里 但是它的价值却没有因此被掩盖 在2014年的时候就曾经养月土豪 出下两亿人民币 想要购买下这辆法拉利 但是最后也没能得偿所愿 毕竟李小华也不差钱 进入收费的返事 是免购买下的 这是这里面的 仅值得有些方法拉利